孟辰 你觉得这一季下来轩宜 能看到她的变化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她的变化就是 她会开始享受生活 去导致自己的屋子 最开始的时候 她所有的行李箱 都放在她的客厅 就会比较方便于她这样出门 但后来 就是她所有的行李箱 也没有再出现在那个门口 可以 说到做到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她还是希望说 可以把自己的 就是工作和生活分开一下 通过这次节目的话 我可能会多 花点心思在我的生活上面 让我的生活也变得好看 打算啥时候找男朋友 自从我开始工作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时间分配不过来 所以呢 我就做了一个选择 但我觉得还是工作 你不用花时间给他 让他花时间给你就可以了 也是啊 那么如果有一天 你找到你喜欢的男生呢 如果要是我遇到 我喜欢的男生的话 那我愿意就把时间分配一下下 对 但是我这个找男朋友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就是 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目的 我觉得还是随缘就好 随缘